施政三年 空短三年 蔡英文下來 台智庫已經把過去蔡政府三年以來執政的點點第一 特別是一些所謂的失去民心 還有失敗的施政 失敗的政策 所以我們這邊統稱為施政維護 施是失敗的施 施政維護 三年來 在立法院過去這三年 我們幾乎快每一天都開記者會 所以三年累積下來的施政 失敗的政策 失去民意的施政 超過數百屆 所以我們的記者會也是數百場 在場有好幾位書記長 包括我們前總召林德福 我們現任總召吳智雅 前任的黃玉琳 還有曾林中 他們開過的記者會 絕對都上百場以上 那這一些記者會的內容 慶祝難書 剛才勞架了我們的支付幫民眾 做了很完整的幾個面向的整理 但是我們覺得 要讓民眾能夠 要讓民眾能夠記得這些失敗的政策 對於在野黨來講 我們也希望這些失敗的政策 不要重蹈覆盛 所以從今天開始 520 我們開始對他的施政倒數下台 這些重要的事件 我們把它記錄在這個月曆當中 各位喜歡的話 我們會印給大家 未來 我們會提供這樣的服務給各位 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倒數蔡英文下台的日子 드� cuenta我們可以定說 每日後 için 有兩萬年請 全部都是在古典的地方 可以宣發